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是美国关注它能不能也具备反戒能力 尤其是东风时期 高超音速导弹要想打几千公里外的水上活动标 首先要对导弹进行中继制导 那这样就对高超音速导弹表面的耐高温材料有更高要求 那现在南华早报报的一个猛料是美国人 说非常紧张 这是香港人说 美国人非常紧张 气体物理杂志报 中国获得一种非常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表面材料 不但能够隔绝超高温 还不影响导弹与外界进行电磁箱传输 这个咱们专门谈过一些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爱邦城在杂志上详细阐述新型的 宝尔光华的非烧石表面材料 而且将其应用于承波体飞行器上 这种表面材料成功经受了数千摄氏度的高温考验 就不仅能有效保护内部原件不受高温影响 还能确保飞行器 飞行过程中进行目标识别通信 这咱们当时就谈过 这种表面材料又隔热 又不影响信号传输 那也就意味着中国未来的高超音导弹 完全可以配雷达引导头 最终是实现高超音速远距离对移动目标有效打击 换句话说美军现在担忧的是成真了 美国舰艇就算在距离中国数千公里 都将被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纳入打击范围 这个影响是战略性的 就轰炸机没意义了 我的高超音速导弹是分分钟的事 你轰炸机得飞一天 我这几分钟就到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表面温度 因为与空气摩擦会飙升至数千摄氏度 那高温环境极易导致飞行器变形 进而影响它的安全性可靠性 南华早报采访的美国专家说 他们认为是不可能 就是他们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他认为传统材料在高温 耐高温阻止电磁信号方面 本身就有矛盾 比如说想要制造出能够既耐高温 而且不会被烧食这种材料 要选择高溶点和高氧化稳定的材料 那这种材料往往就会阻止电磁信号传输 而这个导电能力越好的材料 它的抗高温能力又越差 美国现在的高超音导弹 研制进展不顺利 其实就是缺少适合高温材料 就是实际材料学 俄罗斯和中国都解决了 就算是有了高耐高温材料 那你要如果电阻率 包括电磁吸 电磁吸率过高 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仍然是只能打固定目标 伊朗朝鲜现在都是打固定目标 中国团队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呢 当然这个是机密 咱们现在也只能是根据美国媒体 包括香港南话早报说的信息 公开文献说表面这种新型材料 独特的新型结构设计方法构建 那也就是说提到了复合层状结构 让每一层材料发挥不同的功能 说有的材料负责抑制高温 有的材料负责传导电磁波 如果说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对美国领先 首先是有先进的风动 未来更大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种耐高温 透波材料技术方面 这应该是决定性的 风动其实你也可以搞 当然咱们讲你首先那种发动机 爆冲轰发动机 那高超音速导弹几乎是不可以拦截的 再加上更加成熟可靠的制导方式 那必然会可以会打击移动目标了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只要是移动的目标 我发现即可摧毁 而且我不需要在你附近 我高超音速 那中美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中国呢除了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方面 其实咱们最近央视 公布了霹雳15空空导弹的这个生产线 这是首次公开世界最先进空空导弹的制造技术 本身就开辟了对美国的一个军事威慑的 这个新的方法 就美国人他不敢公开 中国敢公开 让你看看我到底有什么本事 本身就是一种威慑 简单讲啊 就是中国能公开霹雳15的生产线 就仅仅是这条生产线 就不是一般国家能玩得了的 而且说完了咱们有更先进的空母导弹 才会公开霹雳15 采用数字化机床制造导弹 本身就是中国工业能力的体现 相比而言的乌克兰危机已经证明 美国就没有这个能力 可能大家不知道 中国在公开军工生产线的 咱们说这种威慑道路上 之前是美国人都不敢做的 最近呢 很显然 中国已经将这个威胁美国 已经是全方位了 这种方法公开 当然是不是那种直接军演 但这种方法是让你美国看到 我有多厚的血 就直接公开远程巡航导弹 生产线这种 就像这个当年 是吧 咱们中国人给他展示 我能造多少导弹 如果说霹雳15 只是一种防御性武器 那么主要用于夺取支攻权 而且代表着姚领先 央视现在展示的是 力舰节目展示的 是远程巡航导弹 这种量产的产能能力 或者说中国军队的 进攻性武器实力的 这种体现 霹雳15和它相比 生产线高度自动化 霹雳15的生产线 只有少数的技术工人 而巡航导弹 加工线上 你看不到一个 手工工作的工人 这条生产线运作 机械臂将经过严格 检测合格的零部件 移交到一台无人小车上 而这台小车 就会将零部件 送往临时仓库 交给由自动 全自动堆舵机 进行分类方式 全程无需任何 人工干预 如果说央视 不说这是导弹生产线 你可能大概以为 它是制造汽车的流水线 从专业角度看 其实这个工业能力 不是什么新鲜的 就是柔性自动化生产线 但这是美国人 七十年代成熟的一种 工业生产技术 首先是通过计算机管理 把多台机床连接起来 配上自动运送装备 组成一个生产线 其主要特点就是物尽其用 最大幅度的提高 加工的精度 提升武器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 难道美国没有这样生产线吗 按道理说应该有 但实际是不是这样的 实际是美国没有的 公开资料显示 美国战斧导弹工厂 是保留许多半自动化制造方式 需要工人通过推车 调用零件 最后的组装车间 大概也需要大量工人干预 因为美国不推自动化 这不是技术问题 是机制问题 因为这样会导致工人失业 中国把工业机器人应用 实际是一个国家战略 而美国一直没有推这个技术 关键就是美国工会有阻力 央视公开的中国导弹射线线 重点是介绍250公斤级的小推力 涡扇发动机 那配图显示是东风10A陆基的巡航导弹 这给他配的导弹 配的发动机 从公开资料显示 东风10A射程2000公里 这个导弹和高川的导弹进行首轮打击 破坏对手的防御体系 之后大规模的 就会使用便宜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 对对手的阵地磁开口子 中美军事竞争的这个角度看 中国有陆基的中程弹道导弹和高川导弹 美国没有 美国人发展重点是亚音速的隐形的巡航导弹 那这次央视节目在告诉美国人 我们可以让你无法想象的速度生产更多的亚音速巡航导弹 还记得这个日本采购了美国应该是400枚战斧 这是亚音速巡航导弹 那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生产多少 你是400枚 我有4000枚 工业实力决定战争潜力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看 就日本人买多少导弹 都是白给 有4000枚